第1794集 神抢先一步 将此生命古地命名为第五神星 这让人怀疑是否有特别的意义 难道还有其他四颗古星吗 没有一个大势力退出 全部向前冲去 从坦谋星域来到第五神星 路途遥远 不少人死于中途 而今即将见到生命之术 谁会放弃啊 这个星辰并不大 像是快要枯竭了 生命波动很弱 即便是临近后 生命探测器上的波纹也很轻微 让人未免有些失望 这不是一颗庞大的行星 他笼罩着千云 阻隔了视线 难以扫描地上景物 众人讶异 一般的云层等 怎么能阻挡宇宙母船的探索 可是这暗灰色的雾霾 却截断了各种感应 星辰真的很小 当然是相对永恒主星而言 叶帆盯着大屏幕 观看各种扫描出的数据得息 此星大小与地球相仿 但生命气息很弱 灰蒙蒙的雾气笼罩在行星上 让此地看起来一片萧索 不知地上真实情况如何 江洛 作何战斗准备 第一艘宇宙母船冲进了雾霾 向大地落去 划出一道银灰色的光泽 其他组织见状也纷纷效仿 很快 人们传出了惊呼声 失望大于喜悦 这是一颗惨淡的行星 高岗 巨山 大鹤等地 枯木扎根 伸展向天 几乎看不到绿色 到处都是枯萎的草木 像是遭受过一场劫难 整颗星辰失去了生气 叶帆露出异色 在方才的一瞬间 他生出一种错觉 这颗古星曾经很大 只不过衰竭了 导致越来越小 与地球有点像 老雍兵霍白说道 这是一颗走向生命终点的星际 最后的生机 应该就是近几千年来消失的 地上的湖泊都干涸了 许多雄伟的山体不再壮丽 死气沉沉 一株株落光叶子的老树 随时会倒下 更有许多瀑布断流的牙痕 这让人失望 当一处生命地走向末日 还能有什么神术 多半早已被人带走了 快看 那里还有一点绿色生命 叶凡他们的战船内 一个佣兵盯着屏幕上的一处山崖 那里生命波动很轻微 绿光摇曳 飞船划过一道优美的轨迹 自天空中落下 山崖上老树 骨藤纠缠 全部违败了 在那黄草间 有一颗药草挂着十几名绿叶 再释放着最后灵气 舱门打开 众人相继走出 半人高的老药 这是碧林兰 能够生长到这等样子 最起码有五万年的药灵了 是一株小药王 人们一阵恶叹 这是一株宝药 可惜天地变化了 它也衰败了 靠原有的灵气支撑到现在 甲值全尸 老佣兵霍白 掘开地表 在地下发现了干涸的龙脉 点了点头 老药是依此支撑下来的 可惜 可叹 我们终于发现了生命星 却白跑了一趟 其他佣兵沮丧 远处飞船划过 向着另一个方北冲去 那边似乎有了新的发现 他们一上路 有人发现一块巨碑 破开了一片禁制 而后一片古建筑群出现 随后人们出手 不少仪器的城池 从封印中献出 耸立在地面上 果然有生命遗迹 曾经有一群土著 只是不知道二斤去了哪 人们冲进城池 在建筑物中搜索 可惜没有有用的器物 大多都是凡人所留 这颗星辰上的修士 将山门等多半整体移走了 故此难以发现他们的传承 因为 在那些宏伟的大山上 还有气象非凡的大谷中 明显有许多拔地而去的建筑遗迹 举足迁徙 他们到了何方 应该就是近几万年来发生的事情 这颗行星还有轻微的生命波动 地下应该还有部分龙脉没有衰竭 不多时 远处传来剧烈的爆炸声 有母船被击沉 发出刺目的光 许多飞船赶去 发现了一座磅礴的祭坛 上面有供奉生命之数的内涯 惊奇澎湃 盛光佣兵团召唤他们的佣兵 向那里聚集 想要分上一杯美羹 叶凡 祸白 道一等快速赶制 这是被凡族发现的 他们揭开一张封印条符 露出一座小山般的祭坛 以黑色金石铸成 规模宏大 在祭坛最中心有不少祭品 如几块银白的圣骨 一些干涸的血迹 还有散落的法器 最显眼的莫过于中心的一个玉盘 高高在上散发着惊人的生命气息 洁白的玉盘中有持续长的一段嫩汁 上面有十几枚碧绿晶莹的嫩眼 精气缭绕 不过却被玉盘封住了 不能外泄 生命古术 赶来的人惊呼 刚才的战斗就是因此而起 这是生命古术最嫩的遗传神雅 士气精华 有人向前冲 结果发现祭坛上的几枚圣骨 还有那干涸的血槽中 以及其他法器全都发出了光 等他们横扫了出去 祭坛有强大的禁止 万不可强功 小心破解 各方人马一起出手 想瓦解古老的祭坛 生命之术的嫩汁出现了 这绝对是神品保药 能生死人 肉白骨 以蕴含 大道碎片 叶凡醋梅 他没有贸然上前 远远的关注 老佣兵 霍白也是神神叨叨 站在人群后 神组织来了 那艘黑色的母船铺天盖地 覆盖在上方 射下来一束刺目的光 将禁止瓦解了部分 生命神术 天哪 真的发现了这种不死仙药 突然 远方传来惊呼声 母船在战斗 强者在欲空而行 剧烈冲突 全部没入一片山岭中 哄的一声 与此同时 这片祭坛烟尘冲天 被众人一起动手攻破了 在混乱中 不知被谁 夺走了生命之术的嫩芽 百里外的山脉深处 霞光冲销 锐彩蓬勃 相隔很远 都可清晰见到 许多人掉头冲去 相对于真正的生命古术来说 一小段嫩芽 算不得什么了 短短的白里路 不少人跌血 为了减少竞争对手 相互暗算 连神都被人暗中攻击了 宇宙牧船破损了一块 人们在大乱中冲进了山脉 身后留下不少尸体与血迹 一株不死神术的价值 可以让大地动容 更何况是这些人呢 一片又一片的惨叫声传来 数十上百人丧命 却不能接近庙述 这里有耸氏法阵 巍峨的山脉 壮丽的高峰 这原本是一片蕴含仙气的宝地 有藤仙飞黄之气气象 可惜而今干涸了 老木很多 全都干巴巴的 大多都倒在地上 踩上去会历时朽碎 在这片山脉最深处 绿霞腾腾 一株仙树扎根在中心林地中 那里其他草木都枯萎了 泉水失去了灵气 只有池畔的一株一米高的古树 在散发惊气 作为一株树来说 它真的很矮 最高不过一米二 可是树干苍尽 裂开了一片片老皮 像是一条囚龙蛰伏在此 上面的叶子绿霞闪烁 如一道道鲜红飞舞 光武迷蒙 看起来神妙无双 让人亲近 而这个地方 已有道音隆隆 围绕着古树而响 像是发出了 开天辟地的原始之声 真的是生命古树 想不到 它竟被留下了 所有人都激动了 不少人忍不住扬天嘶吼 这简直是天大的神源 是一场无法想象的大造化